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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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小说呢 我看完了 文笔 上课 尤其是恋爱部分啊 我这个单身了四十多年的人 看了夜想看脸 但是 我们这次还是不能和你签约 这是为什么呀 咱们之前不是说好的吗 全文完结就可以出版了 宋盛 我们之前聊的是 阅读量高的话 我们就签约 但你这个阅读量 实在是太低了吧 不可能 我今天还看到我的读者 给我留言了呢 那都是我们编辑部同事冒充的 我们有留言版KPI 你这小说真实的点击量 接近于各位数 单一题材的作品 现在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于市场了 现在读者要什么 要多元化 复杂化 立体化的这些作品 单单只有谈恋爱 是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 我们这一行 竞争太激烈 很抱歉啊 这次我们就不能签约了 对了 为了表达惬意 我特地从编辑部 精心挑选了一份纪念品给你 主编 如果读者不满意的话 我是可以改的 小壮 是这样 我老板呢 约了我 他一会儿就到了 他这个人很准时的 你看 要不要 你先回去 那我们下次再谈 下次见 你都得给我 好不好 不能给别人 行 晚上我请你吃饭 好了 到这儿给你发地计 好的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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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招 那晚上吃饭啊 刘总 喝点什么 我喝个头啊 我喝 卢主编呀 我给你开这么高的薪水 是为了什么 就一条 给集团找好书 出好书 现在什么一个情况 来来来 你看看这次你给我提报的书呢 有哪一本 是符合我上次开会 提出的调性呢 可是 你别跟我可视了 我不想听你可视了 我再强调最后一遍 我们的作品 既要人性的复杂 又要情感的纠葛 还要华丽之下的暗潮勇动 又要常人所无法起提的想象力 所而言之 就要集商战 推理 悬疑 动作 喜剧等等元素于一体 这样才不可视抢调歌 这样才能满足读者的 读代啊 这开会都强调多少次了 来 一说就 我记住了 我记住了 答应得可好了 全忘了 叔哥 我给你商量件事 好 走 您说的这些作品啊 是可遇不可求 我们现在手里真的是没有 可遇不可求 你在这儿喝咖啡就能求得着了 你还找了个包间你 我问你 我今天不来找你 你是不是一下我就要在这儿摸鱼 不不不 您别误会啊 我今天来呢是 你 你 二位谁是卢主编 我 我是 你好 这位是 冷风吹酒乐 卢主编约的悬疑所成 悬疑所成 你会写悬疑 仅仅是悬疑是不够的 单一题材的这种作品 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现在的读者要求的是 多元化 地体化 复杂化的作品 这就是上次开会我说的内容啊 英雄所见略同 你听听 鲁鱼 这位所见略同的英雄是 我们出版社的刘总 刘总 你好 你好 我今天约卢主编 是想谈一下 我准备写的新小说 刚刚我也说了 我的新小说呢 是集悬疑推理 动作追逐 情感纠葛 还有伤战制斗 这样的一本小说 到了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是这样 现在找我的公司很多 要谈一些连载啊 包括出版之类的事 如果你还是不能 做决定的话 那获得出 对对对 是这样的 冷峰老师 我们集团呢 还是比较重视数据的 我建议您呢 先在我们的平台连载 如果数据好的话 咱们马上签约 您看怎么样 没有问题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太好了 内容的事情我就不参合了 你跟卢主编 你跟西医生聊 好吧 好 我先走了啊 再见 你们聊 你们聊 又走 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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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演得太好了 我发现你啊 不当演员真的是屈才了 真的假的 我之前也想 要是从幕后转到幕前 也可以 你真以为我在夸你啊 宋遥 你搞的这一出 你知道有什么后果吗 我去哪儿给他编这本书 我没骗你 我也在尝试别的协作风格 我最近开拓的就是爱情悬疑 而且我刚刚得到的机会 也就是多一次连载嘛 到底能不能出版 也都是数据说了算 但我相信我这次肯定能行 你 爱情悬疑 嗯 你放心吧 我刚刚再来的时候 就已经构思作品了 这样 你给我三个月的时间 我保证让你满意 行吧 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那我就等你的新作品了 如果不行 我们两个人一起转行吧 你放心吧 推理悬疑动作伤症刑剧 我一点头绪也没有 我怎么可以自己挖 这么大一个坑啊 你acon 我不想让你 Future z's are now 你 朽 realiz rods 我从三这个舞台上 你 Ü thousand 明镑 你仔绑 我一直说你看 keinem 你 往夜里 bị尝按一下 还要有华丽外表下暗流涌动 常人难以企及的想象力 有了 我这边杯子已经换好了 在我的方向走上第一个 待会儿目标人物罪得差不多了 我就送过去 灵灵 你来接酒 然后把我们定制的杯子递过去 给它拿着 好好按下爆炸案条 把手划破 你就拿血压 明白了吗 酒准备好了没有 来了 来了 我再说一遍 待会儿我会把定制的杯子冲给你 你别搞错了 快喝呀 别光喝喝 快喝喝 你快喝 快喝 来 目标人物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过去吧 省下 怎么回事 没事没事 有点小意外而已 放心吧好 小心点 我已经到一定位置了 好 怎么回事 清不清了 不是你 他呀 你站那么远干吗 顾子俊快查查 应该是有其他频道的信号干扰 信号源比你很坚定 看来另有目的的不止我们一个啊 你好 你不要再来 早摸清楚了 人在第八考过 玩得正黑呢 去吧 谢谢啊 二十 陈一 陈哥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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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不可以吗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快快快 来坐来坐 来 女生 来 坐坐坐 诚哥 我之前跟你说的东西 你都计算好了吗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把财产都计算清楚了 我也是为了你好 毕竟你们两个要离婚了 关于你的私有财产 我大概帮你计算了一下 合规合法 也省得他找你麻烦 你以后就恢复自由了 你说得都对 听你的 来 是这个数吗 确认一下 宝贝 你真聪明 算低一点没错 够了 现在所有的信息 都已经确认好了 我马上把这些内容 同步给李晨的妻子 你抓紧时间 赶紧撤 诚哥 你先喝口酒 我去一下洗手间 马上就回来 快点啊 接着吧 先生 您的酒 谢谢 请慢用 等你啊 嗯 来 来 露儿 大家都没收拾吧 这怎么回事啊 呀 你看 彩虹这个拙劣劣力啊 把我的儿子等不养 这个女队有问题 给我抓紧了 在那儿 在那儿 伯兰B 李琛突然醒了 快 快 宋阳 交给我 郭子俊 赶紧给瑶瑶找出口 宋阳 到处都是李琛的人 穿过舞池 在你的三电路方向 有一个小房东方 那是你唯一的路 黄泉路吗 我来制造混乱 宋队人接应 必必要准就会弄杀击合 对 去 我来制造混乱 我来制造混乱 快 抓他 快抓他 快抓他 我的手 先生 我带您去包扎一下 这 这一条 你这边也走过头 有没有见到一个女的 远发黑张群 没有 这边 有没有看到一个女的 长发黑张群 你干什么 又是你 不想被发现就别动 上去 你 这边 那边有没有 没有 没有 这边 别拍 好 来 上来 学长 有了绚艳和之前准备好的身份信息 你就是真正的继承川了 今天真是太险了 要不是你 明时想出这一招 这事就彻底慌了 你还好意思说 因为你出了这么大的岔子 你对得起学长给你开的高额年薪吗 你对得起学长给你开的高额年薪吗 你还好意思说我 是 我是为了钱回来的 你呢 别为我不知道啊 你不就是为了 有钥匙吗你 走那么快 别废话 赶紧看 好 好 顾子俊 把你抽着从我快递上拿开 快点 我刚才遇见那个变态 他差点害我被人抓了 而且还 算了 不听 瑶瑶消消气 要我说 这事都赖顾子俊 就你 还好意思自称 国内网络技术第一人 瞧瞧你指的什么婆婆 还想不想干了你 瞧瞧你跟谁俩的 这是我房子啊 说话跟我客气的 我说错了吗 要不是靠着摇摇强大的 逻辑思维和分析能力 我们每次任务 能这么顺利吗 行了行了别吵了 顾子俊 闪送约了吗 那你说呀早约了 好 所有的资料都已经整理好了 我就可以闪送给李琛的妻子 对了 条款里允许她探视女儿那一条 你加了吗 加了 又来了 我说你也太多管闲事了 像李琛这种渣男 婚内出轨不说 还转移老婆财产 让她看什么女儿啊 无论如何 孩子是无辜的 苏洋这出啊 就叫陈湘她母亲 三十五 三十五 这样都听你的 展宋到了 我去坐一下啊 插过地去啦 太可爱了吧 好帅啊 好帅啊 太可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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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家里怎么多个人 来 佣金到账 哎呀 老闺女平静哥啊 插手也太可爱了 太好了 这个月不用负债了 好 我肚子也饿了 叫外卖吧 你点 没钱 不行不行 我不同意啊 顾子俊 不行不行不行 顾子俊 不是 你就成了我们吧 饿死我们事小 饿死瑶瑶 谁来赚钱 谁来养家啊 不是 那也不能光载我啊 要不你们俩先把房租交了 房租交了 走走走走走走 好 这都解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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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别点呗 我们吃这个吧 那比江里还有汤芽啊 这也行 在我身边的是 我的两个搭档 也是我的好朋友 顾子俊 和沈双双 我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女孩 过着平凡的生活 直到十五年前 一个流星划过的夜晚 从此我获得了一种奇妙的能力 谢谢啊 我和某些人对视三秒 我在他们眼中 就会变成理想型 这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发长达宣气 家idän 你只是好心 你能杀到眼儿 但我第一次跟 Lebens revers 刘烊 你能必须是这样的 甚至今 我们只是怜患 可没有 希望他可以 解开我 但是我们是简直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我始终会 也许是因为他们心术不正 遇恨难填 贪婪无度 谁知道呢 倒是有一个方法 可以快速解除他们的幻想 董事长 您这招空手泡白狼 你真是高兵 那就是 董事长 不好了 我们公司破场了 好好好 就这么简单 还有一种 可以暂时解决人们之急的办法 那就是视线隔离 但是 我的生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成天集团总经理一职 长期悬置 引发商界密切关注 舆论普遍认为 季洪林之子季承安 将由其父提名接任总经理一职 此事一旦尘埃落定 成天集团 或成为季氏父子的一言堂 成天集团 诚哥好 诚 诚 你给我激了应该啊 不是 干嘛呀 一大清早把我喊过来 我这手还受伤呢我 今天这么重要的会议 你怎么能缺席呢 你怎么 怎么能缺席呢 董事长 爸 董 董事长 董事长 长安最近 也做了不少的工作啊 工作 我看他没干什么正事 以为我不知道啊 姐夫 昨晚那真是意外 行了 别替他找借口了 还不是去跟他妈 一天到晚护着他 一下午 compilation 都不想要 这你今天还会 看看都做成了什么 一塌糊涂 你别以为我只有你一个儿子 就一定会把公司交给你 爸 我你们错了 走 这谁就这么大啊 好 谁啊你啊 那 那那是你该坐的位子吗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纪承川 承川 好久不见啊 董事长 我回来了 你 我们换个地方谈他 我们换个地方谈他 季承川不是被林淑 带到国外去了吗 嗯 在总经理提名的档口 他回来恐怕是林淑的意思 林淑和季承川不是 你当然希望我们已经死了 很可惜 十五年前我活下来了 我怎么才能相信你就是季承川呢 DNA检测 应该够精准了吧 你说呢 景卉 你去安排一下 好 董事长 我认识 各位工作者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怎么回来呢 那场意外 我妈妈确实过世了 可你不知道 我是火灾现场唯一的新存者 被烧得面目全非的那个小孩 是秦明的儿子 出事那天 他恰巧在我家玩捉迷藏 我藏进了柜子 外面骑火 我逃过一劫 他却被烧死了 他还替我在墓地里 躺了十几年 这件事发生以后 我被秦叔叔收养 这些年来 你以为死掉的是秦明 凌书和继承川 却不知道我活了下来 当然我很清楚 你为了掌控公司 甚至隐瞒了妻子 和亲生儿子的死讯 那你现在回来是干什么呀 当然是按照我妈 在文件里声明的 回来接任总经理的位置 当然还有更重要的 当然还有更重要的 你不会以为我不知道 钱 我妈留给我的一笔钱 不然你以为我回来 认你这个舅舅吗 这些年 你过得怎么样 季董事长 还是别来这些虚情假意的了 我只知道你当年婚内 出轨陈雅琴 我妈妈对你失望到了几点 才和你立的婚 而且她当时已经做好了 带我出国的准备 我妈妈对你失望到了几点 没想到发生了意外 没想到发生了意外 之后没多久 你就和陈雅琴结婚了 甚至这么多年 你都没有公开宣布 我和我妈的死讯 和陈雅琴结婚 那个时候 程天刚刚不如正轨 如果宣布了你们的死讯 必然会在集团引起震动 我不希望 她毁了一旦了 好吧 既然你不信 那就罢了 郭女士当年的手术声音 所以如果我想拿到这笔钱 并且就任承天总经理一职 还需要在董事会上 出示我妈妈的私人印章 是啊 可能你不知道啊 当时你妈妈在文件当中 特别生命 为了防止意外 你本人和印章 必须同时出现 才能按照文件的约定 得到你想要的 而且你妈妈那个时候 已经将她的私人印章 制作成了项链吊坠 在你周岁的时候 送给了你 看来要是我拿不出项链的话 本应该属于我的东西 还是会留在你们手里 好算计啊 记董事长 毕竟关乎成天的未来 况且 也是董事长的心情 我们当然要审之又审了 何况 七天后的古龙大会 我们要对全体古龙有个交代啊 我们死了 想念吗 项链我当然一直随身带着 因为它每分每秒都在提醒着我 你当年对我和我母亲都做过些什么 二位 我们果冬大会见 交接的所有文件也请你们准备好 我想在所有果冬的见证下 应该不会有人在耍什么手段吧 好好 你出来了吧 情话怎么样了 他们相信我是计程船了 那就太好了 进入董事局后 事情就好办了 计程还没有认出你吧 昨天晚上 要不是那个女的捣乱 我们也不会差点包裹 这些都不重要 是时候实施下一步计划 瑶瑶 来 累坏了吧 走 走走走走走走 走 瑶瑶 来活了 这次我们的目标是成什么成不成 你又不是不知道上次那活给我刺激多大 我必须得歇两天 歇着呗 正好本技术总监最近有点累 而且我这个人 对钱没什么感觉 正好游戏也更行 你干什么了你就累 我怎么就不能累 所谣 你最近有点不太尊重我 不要忘记你自己吃谁的住谁的 不是 沈双你怎么了 那苏洋最起码算我发小 你最多也就算是个 发小的裙带关系 最后一次警告你们啊 对我客气一点 我听说刚来活了是吧 说正事 瑶瑶 让我这个情报组长 来给你汇报汇报 这一次我们的目标人物 简直丧尽天良 为了抢家产 亲爹都不认了 扬言要把他爸一家子扫地出门 简直嚣张至极 你说 能忍吗 嗯 勉强能忍 宋阳 你趁看女儿这种闲事你都管 这么大的事你不管 你堕落了 我堕落什么了 我又不是仓人 要负责拯救世界 我必须得歇两天 行 歇着吧 反正雇主说了 只要确认目标的项链 找什么样 就给五十万 什么 五十万 五十万你不早说 你在前面的铺垫 那么半天啊 那必须不能忍啊 如果不是我来收拾 这种人渣的话 那这个世界还有正义 跟真理吗 这会儿我接了 定金打过来 一分都不能少 你俩练疼吗 五十万不可欠 走走走 开始 走 赶紧赶紧 赶紧赶紧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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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丧尽天良的目标人物 什么 你 这边 真是专家路窄啊 走 现在就到 走 躲在最近夜空的屋顶 你说我们算不算逃兵 看了霓虹跳的微视机 是月光还是你我分不清 一杯隐藏 一杯隐藏已久的关心 一杯七树我很不开心 装睡的虫石穿下面具 终于我找到最真实的你 乘着醉意猜猜你属于那颗心 我会时时摘下再送给你 现在换你猜猜我来自那颗心 上辈子是否终究过银河心 哦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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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亮是不是假装清醒 就像我 就像你飘离不已 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 一件披星带月的外影 睡着的城市偷走梦境 谁让我无穿入你的游戏 把这真心猜猜你属于那颗心 我会时时操量再送给你 你用真心猜猜我来自那颗心 上辈子一定争取过一颗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